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了这些西医检查出来的这些异常形态 它是没办法立即改善 那代表这些异常形态跟疾病的病症是怎么样 无关的 这是代表这个意义 那这样你们服吗 肯定不服 所以照我们早上延续下来的 这些仪器检测出来的 跟疾病的病症是怎么样 无关 它跟疾病的症与状通通无关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我是一路坐下来终于才确定的 那我说我这样讲 你们肯定一定不相信 但西医这些检查出来 都说是疾病啊 这些异常怎么不会是疾病呢 那原始点是不处理异常的 原始点确实可以处理 疾病的症跟状 那这些在我看法几乎都没有 只有一种情况会有 后面会讲到 只有这个异常形态 它影响到我们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导致病症 唯一一条有这种情况 那我们后面会举白内障来说明 那这个我们暂时 这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我们先不提 也就是在一般的状况下 这些异常形态 与疾病的症状怎么样 通通无关的 那我刚刚提的是本处体伤 如果以他处体伤来讲 那这些都不可能引起他处体伤 也就是如果这些引起他处体伤 你怎么按都不可能改善 那也就是你以后有他处体伤 按了会改善了 那结果病情反反复复 你即便再去仪器检查说 这个是异常形态或异常指数 我跟各位讲 这个是无关的 如果有关 你按怎么按都不会有效 所以只有一种情况 我说过 你可以在本处体伤处理 这个后面会讲 就是异常形态已经影响本处体伤 再由本处体伤导致病症 这个时候可以 那这个后面我们要举例 因为这一个比较难 所以我们先把暂时说 他处体伤引起的 跟这些 我刚刚讲的异常形态 所引起的病症 完全无关 好 那这个可能大家一定是不了解 因为西医它是很武断的 只要你任何的疼痛 比如说你头痛 然后去检查 他说脑瘤 里面有脑瘤 那西医会不会再处理你的头痛 不会了 他先处理你的脑瘤 他认为脑瘤引起你的头痛 那我刚刚讲的 那怎么来测试 真的脑瘤会影响头痛呢 我跟各位讲 目前医学 只有原始点有办法侦测出来 他怎么侦测 他把头部按一按 如果按了有效 那就很可以确定怎么样 这个头痛 跟脑瘤怎么样 无关 除非按了没有效 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怀疑 只是怀疑而已 因为我们还没有 因为本处体伤 我们还有一个手段 是内外热源 那我们内外热源先不提 就是直接谈按就可以很确定 只要他处体伤引起的病症 通通与这些异常形态无关 我早上举两个案例 骨刺有没有 那骨刺他们都说 这个是你的颈椎痛 还有一个腰痛 还有一个腰痛 都与骨刺有关 所以建议他们开刀 结果这两位患者 一个做运动 他三四天 自己按推做运动就好了 另外一个肩部麻的 我按一按 他就改善 像这种就是属 他处体伤引起的病症 绝对以骨刺或检查出来的 这些病症完全无关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也算是保护你们的一个诊断 那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要举很多例子 来把这一条解释清楚 脊椎压迫案例 那我们请这位李先生出来 把你的症状 然后西医怎么跟你讲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来讨论你的病情 我本来是一开床是手麻脚 然后讲到比较这种症状 就去西医检查 还有给我做很多预算的检查 所以我一直到那个 如果他的判断就是 我的颈椎跟腰椎都 所以这颈椎很不处 加到神经 看报告就叫说 你就留下来开刀 因为我听了 我跟我太太谈了一下 好 那最后的节目就是 我不要开刀 现在的症状就是 手比上去没有很麻 可是我脚 下半身就是随时都是麻 新的症状就是脚脑脏 走路也很小心 也不能跳 有时候走路的感觉是 斜掉都不知道 神经已经已经 没有积开了 没有积蓄这样子 那西医还跟你讲 如果不开刀会怎么样 他说不开刀很严重 有时候会瘫痪 西医喔 那个他们会说火会生火 西医的理论就是手麻跟怎么样 跟颈椎有关 但手麻我看那么多 没有一个跟颈椎有关的 跟体伤有关啊 这个揉一揉就会好 那你现在手还在麻吗 我现在手指间是麻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们手去摸冰块这样 动动的感觉 现在还有啊 现在还有啊 左手已经按提东西了 为什么不能提 就提起来这个筋很痠很痛 那你提的时候是哪里痠 我提起来这个筋很痛 我们来看看它跟颈椎有没有关 插压 你现在这里出力就会痠嘛 痠这里对不对 好 那我先帮你按按看 这里痛不痛 这不会痛 这里呢 越来越痛 我越来越痛喔 后面就不会痛 这里就不会了喔 好 所以都集中在这里嘛 好 这个既是诊断也是怎么样 治疗 所以跟这里颈椎有没有关 马上就可以答案了 来 你放下来 你现在再出力看看有没有比较改善 酸 酸没有了 酸没有了 我把你拿掉 因为讲得那么严重 说跟颈椎有关 我现在就做给你们看 有没有关 所以异常会不会产生症状 他说这里异常啊 颈椎压迫要开刀啊 那现在我有没有处理他的颈椎 所以我是处理这里啊 他现在在找痛啊 我知道找不到而已 指尖来马嘛 对不对 现在指尖哪里嘛 指尖就是对后面都会马 有 指尖都在马 我们现在来处理他的指尖看看 这里有酸 这里是吗 这里有酸 这里都没有 这里是 好 你现在再摸摸看你这个指头 没有摸这个比较轻尾 比较轻尾啦 比较轻尾啦 你确定吗 两手不一样 两手已经不一样了 好 好 那你现在脚是怎么样 脚就是很胀 哪里胀 小腿肚 小腿肚 小腿肚胀胀是哪里引起的 上背部 不肚耶 来趴这吧 这里痛不痛 这里不痛 痛的时候跟我讲 可以酸 这里酸了 好 好 我现在帮他处理的是小腿肚 那有没有效 这样就知道 好 我们起来看看 左脚很轻 有减轻 右脚呢 没有那么脏 没有那么脏 有减轻 好 你走过来看看 现在那个比较踏实性 那是不是我这样处理 有没有坏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只要你按了有效的 叫做他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 引起的任何病症 跟 西医所有检查出来的异常形态 完全无关 这样说来 我们这一套 其实如果以现在 我们来看西医 很多是不需要开刀 只要原始点揉几下 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来 可以省掉多少的医疗费用 更重要的是民众不用被误诊 因为这个是找开关就能解决的问题 不是电灯坏 是开关没有开 但西医没有这种开关的概念 他只要电灯不亮 他全部换电线跟电灯泡 他们现在的医学是这样处理疾病的 所以我说这一点 你们再看看我刚刚讲的 症有分三类 第一类叫症的不适感 疼痛 酸麻 痒脏 有没有 这一系列 多属他处体伤 也就绝大部分 十个有九个以上 都是怎么样 他处引起 也就只要开关 三安一案就能解决 但你看 手麻 西医也要开刀 酸痛也要开刀 脚脏他也是说压迫引起 那你们一听到病名 以后你们这样一看就知道 哇 原来这些都无关 那这样的一系列案例多到不行 我们现在继续来放下一个案例 脊椎压迫案例 他说刚好来这里玩 然后就听了我一个小时 他刚好求医无门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冲进来问 台湾20天前 我突然间脚麻 躺在船上是不会怎么样 做得还好 我一下脚就跟他 整个脚血血气不通 可是已经困扰我很久了 我核实工程照了几十五天 那中医症就吃中药 西医只吃中药 挺有消炎的 我已经差不多吃二十多天了 既然来了 他也有所贡献 我稍微帮他处理一下 现在马这里是吧 好 哦哦 我一枪就中腰胎了 一下去我就知道这里已经很痛 很痛对不对 好 冷一下 好 我轻一点 这样可以承受吗 好 我先轻啊 这里也痛 好 痛 好 这就是他的鼻子所在 所以跟这里跟腰椎有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 我帮你舒缓 不能让患者痛太久 这是我的原则 可以下来看 看看那个腿还麻烦 嗯 真的好重 真的 可是这很痛 东西看得太多 因为我认识有个朋友 医生的朋友 各说各话 不正就正查的段迹法告 主科 主任 包括院长什么 那是要 也是公正啊 要开到我不敢开 这好像现在没麻 所以我今天我管他的 我就冲上他 找对的再讲啊 面子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不麻了 我也是发誓 这个也是很显然 西医反正照什么 异常形态 他们就认为 你这个跟异常形态有关 那结果按一分钟不到 他就改善了 所以这一套的诊断 可以解决很多 类似这样被冤枉而开刀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案例 锥肩盘突出案例 你这个我刚刚都讲过了 我已经看了 这个重点在早开关 而不是说你脊椎突出 这个都不会造成的 我还是一句话 对 现在他们要教我 这也是当场楼他就立即改善 我们再来看锥肩盘突出的案例 李先生51岁 桃源县人 2008年4月 因运动造成左边鼠膝部以下疼痛 延伸到右脚至无法走路 医院检查不出病因 2008年9月 到长庚检查出腰椎锥肩盘突出 并开刀治疗 2008年11月出院后回家 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住院 腰部以下两脚疼痛 只无法站立 以抗生素及肋骨唇治疗有好转 二十几天后出院 一周后又因疼痛再度入院 2008年12月 2008年12月进加护病房观察 两天后再转入普通病房 以肋骨唇和马飞针剂治疗 并在长庚医师告知下 用冰敷处理两周 但病情仍然逐渐恶化 之后只能整天卧床 腰部以下肾腿足底都痛 无法下床站立与行走 2009年1月6日 经张昭翰医师处理后即可下床 患者自觉疼痛感减轻约五成 两天后即可自行从林口长庚步行出院 这个就没有那么幸运 西医检查说他的坐骨神经是椎间盘突出 最后也确实开刀 最后有没有好 没有啊 那最后我去医院帮他揉的时候 按了有没有效 立刻改善五成 那也就是他没有开刀前 如果他懂原始点马上立刻按 他不至于开这一个刀 而且开完刀他病情加剧 西医说可能吃药吃多了 肾脏都有问题还要洗肾 他才惊觉到 这样下去整个人就毁了 所以才紧急联络到我 好那这个也是 我说的异常形态跟他处体伤的病症 完全没有因果关系 好我们接下来来再看一个社户腺癌的 社户腺癌案例 102年11月被检查出社户腺癌 并且有转移骨头 而且是属于晚期 103年10月 因为腰痛接触原始点 操作过程中改善很多 因为运动突然过量又不忌口 104年2月 104年2月因为腰痛 医生说肿瘤压破到神经需要开刀处理 让神经减压 开刀住院半个月 对疼痛一点减缓也没有 而且一天吃4次止痛药 打马灰针 马灰贴片 还有电疗 所以疼痛一点改善也没有 于4月15号 我拿四脚自行器 来到基金会做学习体验 当天我的疼痛就减轻一半了 我每天的原始点操作过程 喝姜汤75克干姜 3000cc的水熬煮到700cc 温敷24小时 按推每天按推两次 运动爬山爬楼梯 不吃寒凉食物 今天5月5日 从行走困难需拿住行器 短短20天 我现在可以爬山了 非常感谢基金会志工菩萨们 更感谢张医师创立原始点基金会 还有感谢协志师兄的照顾与辅导 肴熟语 温敷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一位 謝謝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拖廳 來這邊感謝張醫師 還有基金會所有志工菩薩們的照顧 所以我今天才有重生的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講話 感謝大家 謝謝 所以這樣的患者一般聽到癌腫瘤 他們大概就心裡害怕 那醫生說什麼就怎麼做 事實上如果他在手術之前 他先揉這一刀是不是也可以避免 因為按了有沒有效馬上就知道 到底是開關的問題 還是電燈壞掉的問題 馬上就可以確定了 那類似這樣的案例 在臨床上多到不可申訴 因為為什麼我說多到不可申訴 因為我們症的時候 第一條就有講 症的不適感多屬他處體傷 我沒有講症的不適感 多屬異常形態所致 那這個在中醫針灸理論也是 這些症的不適感 早開關針刺穴位 那一般現在的民眾 對西醫反而怎麼樣 認為西醫講的應該要去檢查 殊不知這些檢查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古代沒有這種檢查 像遇到這種症的不適感 很顯然就是靠針刺穴位 第一個一定是針刺穴位就能解決 那以原始點就更快了 大開關揉幾下 一兩分鐘內就解決了 他既是診斷也是治療 好 我們最後再來看一個 足弓痛 腰椎開刀案例 你哪裡痛 跟大家講 現在還在痛嗎 他說十年了 好不好治療 這個小case啊 西醫都檢查不出來 眼神不好 我問你為什麼足弓痛 他要開你的腰 他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的腰有滑 我那時候最會有滑 足弓痛 然後他說他的病人也有這種case 也因為這樣子好了 結果去他的刀 搞得更慘了 就沒有好 我馬上幫你做 不乾淨 是個小case 腳就伸上來 我看我自己有信心嗎 你這裡看我是嗎 對 我這裡 好 我先做一隻腳 我跟你講就按在這裡 忍一下 這裡痛不痛 這裡也痛 但是剛剛這一點最痛對不對 好 你要不要 忍一下 好 這裡痛不痛 這裡也痛是嗎 好 這裡開始痛 好 這裡 這裡最痛 中間這一點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啦 你也叫夠了 我揉好了 這個不用 這樣不用一分鐘就可以解決 幹嘛還要開刀 我現在幫你舒緩也那麼痛啊 可以嗎 好 我輕輕的 這樣可以嗎 輕輕的 可以喔 我輕輕的摸而已啊 好 現在舒服了吧 舒緩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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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去走吧 不用那麼小心就好好走 不用那麼小心就好好走 你跟大家講 喔 真的是沒有 很不痛 不痛了喔 所以一條脊椎七素原始點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如果你們懂 自己按幾下 就可以確定 結果它 它是 開完腰椎呢 才來 那問題 現在足底 我把它揉好了 現在慘了 它多了一個怎麼樣 腰椎啊 而腰椎就更問題更大 它本來沒有的 經過開刀 然後裝這些固定器 反而更腰痛 有時候你揉 沒有好 反而真的是 裝進去 那個組織已經受損 那不是更慘嗎 好 所以原始點我說的 只要你按幾下 就可以確定 那是不是診断 當然是的 所以 異常形態 導致的病症 根本很多啊 因為病症多屬 他處體傷嘛 那他處體傷 跟異常形態 是完全無關的 那你們就知道 有多少醫學開刀 是多餘的 有個案子 這一步 我們在訪問